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职场自我成长》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你现在做的工作是最适合你的吗? 如何才能让你的工作变得有趣呢? 你又该如何找到你真正想做的工作呢? 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本书的作者杜边秀和 是一位成功的职业规划师 他曾帮助过数千人顺利找到理想的职业 也因此他曾连续五年获得日本第一求职顾问的称号 更是全日本猎头大赛的冠军 杜边秀和认为 能让人们在工作中大显身手 走上人生巅峰的关键就在于做好职业规划 在这本书中 作者介绍了大量职业规划技巧 只要掌握这些技巧 就能帮助你规划出更完美的职业发展路线 让你在职场上先人一步 作者认为 职业规划可以分三步走 第一步 设定好你的终极职业目标 第二步 思考从现阶段通向这一职业目标的路径 第三步 做好万全准备 沿着指定路线走下去 下面 我就从作者提出的三步法入手 看看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做好职业规划 在职场上获得自我成长 我们先来讲第一步 就是设定好自己的终极职业目标 有的人认为 自己的职业目标就是 想实现财务自由 有的人则希望自己的工作稳定一点 当然 还有一部分人压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只是随大流选热门行业 或者找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 那么 你究竟该如何设定自己的职业目标呢 作者在书中多次建议 在设定目标时 要先考虑自己的喜好 原因很简单 如果所做的工作不是你喜欢的 你就很难长期坚持下去 更不用说取得多少成就了 那么 具体应该怎么选呢 作者建议 可以采用思考自己喜欢的领域 加立足点的方式 首先 思考你喜欢的领域 你可以想想 你是喜欢金融行业 医疗卫生行业 还是互联网行业 教育行业的 你还可以想想 你是喜欢做销售 市场 还是技术 后勤的 除此之外 一些能够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领域 也是你可以考虑的范畴 比如说 人们比较关心的环境问题 教育改革问题的 其实 这世界上没有完全适合自己的工作 只要社会有需求 完全可以自己创业 创造出一份新的工作来 其次 思考你喜欢的立场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同一家公司里 总经理和员工 就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不同立场赋予不同角色的工作内容 职责 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都会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 事先了解自己喜欢的立场 会对你的职业规划 有很大的帮助 你是想成为一名 优秀的企业经营者 还是想成为一名 称职的公司内部专家 像财务专家 技术专家等 你的职业规划 必定是不同的 即使是这样 还是会有不少人说 我自己都不清楚 我到底喜欢什么 那我该如何规划 自己的职业目标呢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虽然可能比较花时间 但是很有效 就是每天写日记 记录日常琐事 在你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 回想一下今天 你因为什么事情感到开心 讨厌做什么事 又因为什么事情生气等 每天都做好记录 就会积累许多 关于自己好恶的信息 这对于提高 自我认知能力非常有效 这样一两年后 你就能够发现 自己喜欢或者讨厌的事情了 这是你的职业目标 也就有可能慢慢蒙发出来了 如果说写了日记后 还是难以决定自己的职业方向 作者也给出了三个小诀窍 第一 在大方向上做决定 以保证整体道路不会错 今后可以在一定领域范围内 自如切换 第二 静走行动 防止因为自己年龄的增长 竞争者越来越多 导致自己能选择和适应的职业范围 越来越窄 第三 慎重做决定 可能你已经选定了自己的职业目标 但突然换工作还是有风险的 你可以通过参加职业研讨会 请教熟人等方式 来验证职业规划是不是适合自己 避免出现难以逆转的选择错误情况 除了喜好 在确定职业目标的时候 准确地评估自己的综合素养与能力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具体来说 求职者的性别 年龄 学历 海外经历等 都是其中的重要指标 还有一个因素 在你确定职业目标时 容易左右你的选择 就是收入 这是一个很直接 很现实的问题 每个人都绕不过去 年薪之墙也确实存在 比如说 同行业 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的收入差距 还是存在的 再比如说 从事金融 IT 互联网等行业的人群 平均收入确实要比 从事化工 制造 文教等行业的人 相对高一些 因此 假设你面前有一个从事 你理想工作的机会 但企业给出的年薪较低 另一个企业给出的年薪虽高 你却不清楚这份工作 是否对自己的将来有好处 这是 你会怎么选择呢 作者的观点是 从长远眼观看 还是以符合你职业规划的工作内容为先 虽然眼前收入是要低一些 但是这段时间可以说是 你积累技能和经验的先行投资时期 积累到一定阶段 才能迎来获得高收入的回收期 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 你就不容易被眼前的收入所束缚 更容易做出符合自己本意的选择 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的确啊 每个人的身体素质家庭环境都不一样 适合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方法也千差万别 而且 人生中还会发生生孩子 育儿 看护老人等各种情况 那我们在设定职业目标的时候 应当如何权衡工作和生活的问题呢 作者认为 在二十多岁到三十五岁这段时间 还是应当选择埋头努力工作 一股作气地呈上职业上升的气流 这样接下来的日子 你才有可能变得轻松 你才能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 而且在现在这个年代 公司雇佣制度已经是变得很不稳定 你必须尽快成为能够在人才市场上获得好评的人才性选手 从这个角度来看 趁年轻 埋头工作 好好锻炼记忆 还是十分重要的 好 以上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 职业生涯规划中的第一步 就是做到基本明确自己的职业目标 总的来说啊 要先通过思考职业领域 职业立场的方法弄清自己喜欢什么 明确树立自己的职业目标 但要避免掉入收入陷阱 并尽量在年轻的时候努力拼搏 再明确了职业目标后啊 你就可以开始思考实现自己目标的途径了 这是职业规划的第二步 很多人在这一阶段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 明明确定好了自己的职业目标 却发现不能一步到位 比如很多人想自己创业 但如果你没有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相关经验的话 贸然去创业风险的确很高 那么对于那些不能一步到位的职业目标 你就可以通过搭建职业阶梯的方式到达目的地 那么什么是职业阶梯呢 举个例子来说吧 比如你想成功创业 你可以先去咨询 风投 贸易等领域工作一段时间 锻炼一下自己 积累足够的企业管理与经营的经验 再去将来想要创业的领域积累专业化的业务经验 这样你成功的可能性就会高很多 那么职业阶梯究竟怎么搭呢 这里告诉你三个方法 首先要学会找枢纽职业 什么是枢纽职业 就是指可以自由地转换到任何行业 职业的一类职业 其重点就在于枢纽二字上 在搭建职业阶梯的时候啊 很多人会遇到这样一种窘境 没有与想从事的职业相匹配的工作经验 比如说 你想从金融行业的人事部门 转到制造行业的市场部门 通常来说是不太容易的 这时候 你的思维不要太过于直线性 要学会找合适的一回路线 也就是创造枢纽职业 这样 即使你毫无经验 也可以让自己自由地转换到这些行业 那么枢纽职业有哪些呢 枢纽职业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战略咨询师 即使没有相关咨询行业的经验 你也有可能进入这个行业 并在平时的工作中啊 通过解决各类公司的经营管理问题 掌握较高的专业技能 因此 在战略咨询公司 或者综合咨询公司工作过的人 在其他行业也比较受欢迎 例如一位在证券公司工作的系统工程师 他想去消耗品生产公司 从事经营企划工作 如果直接转换工作 他很有可能 因为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被拒 如果他把战略咨询师作为枢纽职业 列入自己的职业道路中 就可以先通过给相关消耗品生产商 做战略咨询 掌握一些该行业的内部信息与规划 再转到自己想去的职位 目前来看 除了战略咨询师 可以作为枢纽职业 与互联网商务相关的职业 也是热门的枢纽职业 随着现代经济与科技的发展 很多企业都需要将互联网 作为拓展商机的重要平台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就会录用具有互联网商务相关 工作经验的人 当然 枢纽职业也并不是万能的 即使你有过战略咨询的经验 想要从事法务 系统工程师这类需要丰富 专业背景知识的工作 还是很困难的 枢纽职业 主要还是对一些管理职位比较有效 搭建职业阶梯的第二个技巧 就是要规划出一条 快速抵达终点的道路 例如很多未来想创业的人 会陷入原型职业经历的陷阱 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觉得 只要是与开公司相关的业务 自己都要去做 了解个大概情况 什么财务 人事 市场等工作 都得经历一遍 如果用雷达图表现各领域的技能水平 就是一幅凹凸极少的平整画面 所以叫做原型职业经历 有意打造这样完美职业经历的人 大多都是想消灭自己的弱点 提升自身各方面的技能 这种做法在考试的时候可能是有效的 但在职场上 通常是以一个团队来开展业务活动的 个人的不足只要有其他人来弥补就行了 完全没有必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做到面面俱到 因此 还是要集中精力 去积累更重要的经验才是 还有一种情况 可能很多人在工作中也经常遇到 就是完全听任公司的工作安排 看似做了很多项目 积累了很多相关经验 也得到了领导的赏识 但其实很多是完全偏离自我目标的 除此之外 有些人觉得 只要在公司里比较受好评的部门 哪怕与自我设立的目标没关系 也能积累所谓的经验 但这些经验往往也是远离自己的目标的 因此 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 就不要盲目地相信 只要好好完成领导与公司交代的工作 总有好事发生这件事 在快速抵达职业目标的道路上 还有一点也需要特别注意 就是很多人会掉入品牌导向的陷阱 作者举了一个大四毕业生竹中的例子 竹中是一名海外留学归来的大学毕业生 大学时期参加了许多知名公司的实习 他现在收到了两家公司的邀请 一家是投行中比较知名的G公司 一家是在战略咨询领域中知名度不是很高的X公司 他不知道该选哪一家 作者就问竹生 你想做的是什么呢 竹生很明确地回答道 在二十岁左右 他是学习经营管理知识 将来创业 后来竹生又说道 其实我最想进的是知名度很高的M战略公司 可惜面试失败了 虽然行业领域不同 但是不是去G公司更好呢 毕竟在投行中知名度挺高的 作者给竹生的建议是这样的 虽然从事投行的工作 可以年纪轻轻就获得很高的收入 但是即使积累再多的投行经验 也无法获得与他的职业规划目标 成为创业经营者相关的技能和经验 即使他先在投行干几年 再转入战略咨询公司 也已经比刚毕业就进入战略咨询公司的人 晚了好几年 这就有可能成为他职业目标中的一大障碍 其实不只是刚毕业的学生 很多职场人士也会受品牌的影响 他们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如果去的是知名公司 那么之后再跳槽 也更容易去知名的公司 作者认为无论怎样 你身上积累的经验才是最重要的 企业的知名度只能排在其次 因此啊 想要快速地抵达终点 就要有这样一个基本思路 专注于某个领域 磨练并掌握比对手更高超的技能水平 才能帮你找到快速抵达终点的道路 这就需要你明确自我优势 学会舍弃 这是搭建职业阶梯的第三个技巧 举个例子 很多人都认为英语水平对照工作很重要 但是并非所有工作都会特别看重英语能力 再比如说 很多人一谈到关于职业生涯的问题 就会想当然地认为啊 要尽可能多地考取各种资格证书 比如现在社会上很流行 考消防工程师证 营养师证等 其实这些资格证 除了从事相关职业时能用得到 其他时候基本上没什么用 因此啊 要尽量避免把考取资格证书 当作是镀金的想法 在大多数情况下 工作经验比资格证书来得更直接 更有意义 比如 你想要从事市场营销方面的工作 却在之前的工作中毫无市场方面的工作经验 那么即使你有这张和企业规划发展密切相关的证书 也没什么大的用处 因此 当你想要考证之前 一定要对自己渴望的职业生涯 有很好的规划 慎重选择不要盲目考证 浪费了真正提高工作能力的时间 事实上 没有一个人的成长道路会是一帆风顺 毫无障碍的 就好像爬山 当你沿着定好的线路向山顶攀登时 途中有可能会遇到河流 不良天气等障碍 但当你有了登山装备和科学的登山方法时 就会更容易越过这些障碍 职业生涯也是如此 在你计划好路线 搭建好职业阶梯以后 还必须掌握一些常用的技巧和方法 帮助你更快地实现企业目标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作者总结了三个方法 方法一 就是要提高跳槽能力 最基本的 要准备好适合自己申请岗位的简历 掌握基本的笔试与面试的技巧的 无论是写简历还是去面试 始终要记得明确地告诉对方 自己在实际工作中是如何解决问题的 比如说 很多小你怎么写简历的书里都提账 要在简历上 用具体的数字呈现自己的工作业绩 但是 这个常识在更换职业轨道的时候并不适合 假如你想从制造业公司的销售转行做咨询师 即使你写了你将A产品销售了一千万元 这种业绩数据对咨询师来说也没有什么价值 因为咨询工作更看重候选人在工作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你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 我通过客户分析 将客户分类确立实施对策 然后建立销售战略 最终实现了一千万元的销售业绩 除此之外啊 在有效提高自身跳槽能力的同时 也不要忽视外部环境的变化 这也是快速攀爬职业阶梯 实现职业目标的第二个方法 就是要充分了解人才市场行情 这对于你是否能顺利换工作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录用行情上涨的时候 应聘者更容易被知名公司录取 不仅如此 收入职位也会相应地水涨船高 相反 在低迷的行情中 不仅很难被录取 收入和职位也不会特别理想 就像在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 很多公司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 可以说行情是非常的恶劣 很多因为担心自己工作水平不高 而被公司裁员的人 就准备提前换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 是很难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的 不仅如此 还有可能在想去的公司中 留下不落选的记录 这样就更得不偿失了 那么 怎么才能判断行情的好坏呢 作者也给出了建议 如果有换工作的念头 就要始终注意观察周边经济发展环境情况 并定期与信赖的职业咨询师沟通 获得最新的就业信息 以免错过好时机 在自身能力过硬 市场行情又一片大好时 就可以考虑换工作了 这时 你就要选择最合适的应聘渠道 现在人们获得招聘信息的方式很多 较为常见的有招聘网站 猎头公司 企业内部推荐等 但收集招聘信息和选择应聘渠道 完全是两码事 即使你在某招聘网站上看到了 A公司极具吸引力的招聘信息 你也不一定就得通过该招聘网站 应聘这个职位 选择最有可能被A公司录取的渠道 才是明智之举 比如你可以寻求猎头或者想去的公司内部员工的帮助 但是在选择猎头的时候 也要注意考察这个猎头的实力 比如看看他曾帮助哪些企业招聘到哪些职位的人才 因为一个猎头能否在了解企业需求的基础上 充分说明候选人能提供的价值 候选人被选中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 如果你能受到一个深受企业方信任的猎头的推荐 只要有机会去面试 再认真思索对策 就有非常大的机会拿到入职邀请 再来说说企业内部推荐 有朋友的支援当然更容易帮助你拿到入职邀请 但也有不好的一面 就是当你想辞职的时候 就有可能给朋友带来困扰 万一这个朋友在公司里的评价也不是特别好的话 即便你进入了公司 大家也会讨论 是那个家伙介绍进来的 这样你也会预先被大家加上不好的印象 因此啊 在请熟人内推之前 最好能事先了解企业的内部情况 以及内推人在公司里的评价 好 以上我们就讲完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作者提出的职业规划三步法 首先 要凭借自己的喜好设定自己的职业目标 你可以通过思考喜欢的领域和立场的方法来认清自我 每天写日记 也可以帮助你发现自己喜欢或者讨厌的事情 在基本明确了自己的职业目标后 就要思考和规划从现阶段通向职业目标的具体路径 搭建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职业阶梯 要活用枢纽职业 学会舍计 规划出一条能快速抵达终点的道路 最后 就是要注意在攀登职业阶梯的过程中 提前做好周全的准备 提高自己的跳槽能力 将行情变成朋友 选择最合适的应聘途径 帮助自己实现职业目标 每个人都想获得理想人生 但往往你不是不够努力 而是不会努力 在了解了职场规则三步法后 你要做的不是更加努力 而是选择现阶段自己应该做的事 然后集中努力 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更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好 《职场自我成长》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儿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